魚牙天衝 斬死你們 劫滋賀 今天跟大家試玩一隻手機遊戲叫末日希望 這個遊戲基本上就是一個像素風的打喪屍遊戲 它都有一個生存的要素在裡面 不過生存的要素就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這個爽快的打喪屍感 就會在這個遊戲體驗出來 其實我已經過了幾個章節 但是我就忘記 save 所以變成要重新玩過 這遊戲大家只要跟著最上面的戰爪的指示 就會知道要走哪個方向怎樣去過關 玩到後面還有一些關卡挑戰 有些任務給大家做 右下角會看到一個崩帶就是補血 還有一些糧食和水 因為人物還有這個肚臥值和口渴值 所以這兩個資源在這個遊戲裡面 都是要大家去打這些箱去撿 下面這個怒氣值爆發 就會令你的攻速更加之高 手槍來說在這個第一章 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它很差勁 你看到一下其實打46 所以基本上我一開始都會用近戰多 那不是真的說那麼傷的 如果被一些爽司咬到的話 就這樣過去打打60 好像好過 那不是真的說那麼傷的 嗯 手槍真是一個很好的武器 所以我們拿到手槍一定要用它 不要相信別人說什麼近戰很厲害 那因為它近戰玩起來是爽的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近戰 不過真的要看你自己的裝備是夠不夠了 可以頂到它們的傷害 我們現在就看到機械人 哇 這個情況下我們真的要拉打 一定是不會用近戰 除非它開盾 現在看到我們用這個突擊步槍打 傷害都不差 打到它三分之一 我們一路跟它兜圈 開兩招技一招加速一招加攻 現在開盾 我們就一定要用近戰 記得先保血 近戰波爆它的盾 才可以繼續用槍打 還差一點 我們再拉它最後一點 避開白色光球 打爆它的機械人 完成 打死它之後就有一個電光刀 傷害加百多 你看這把刀 哇 三百多一下 哇 這次真的是切賽 還有雷電 換了這些厲害的近戰武器 這就真的厲害了 可以跟它玩切賽 讓我開一看技能 哇 無傷 它砍死它 三百多超爽 我們現在開車走了 哇 哇 撞爆它們 這裡有沒有生經驗值呢 如果撞這些沒生經驗值 都很嚴重 哇 這裡浪費了 整堆喪屍被我撞 用爆炸裝置炸開它 收集附近的東西可以合成爆炸物 有間店 哇 撞死了 有些喪屍在 哇 還出怪 我現在有月牙彎刀 月牙天速 砍死你們 夾子 現在用了這把刀之後 我已經不想用槍 因為這把刀實在太爽了 有新招 電磁盾 我應該玩近戰 所以我加血 這個礦坑 怎麼打呢 已經到第三章了 可以加玩家一起試試看 哦 它應該是記錄吧 我們這個幫手 每一戰只可以打50左右 但是它有穿透的效果 不過不失 可以幫到少少手 基本上都是靠我們自己的 因為這把 這把太厲害了 撞爆肥佬 來啊 開機 砍爆它 有盾我們可以賣去近戰遠程兵 我們還這麼囂張 但現在玩一下 我把手槍已經是比我的劍 手槍都砍300多 咦 小姐姐 你見得怎麼樣 不想被喪屍吃屌 那讓我吃屌 哇 很多蟑螂 小姐姐 小心點 快點回來 有蟲蟲 想捐到你 哇 這個礦洞 好像走極都走不完 然後有些閘位又不斷走那些喪屍過來 如果沒有這招盾的都很難搞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到 哇 這麼像的大哥 新化人 毒氣佬 喂 衝到賣室 大哥我又不夠跟他近距 哇 還要避上車 一邊拉打 一邊避火車 那我只要拉到盾的CD有回 其實應該可以無損打他 放地雷 拉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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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齒拉打化 手槍比較厲害 我先用手槍 我先用手槍一槍可以打三四把 哇 衝過來 好幸好有盾 盾真的很厲害 可以再開 盾真的屈肌 他也是開盾 趁我們現在有盾 快點砍爆他的盾 以盾換盾 砍啊 他幫我20多而已 又不是很痛 哈哈 喂喂喂 立刻痛 立刻痛 無緣無故有個100多 不知道在哪裡打過來 哇 不錯火車 哇 20多20多超多 不好意思我錯了 其實是很痛的 差點死了 有盾有盾 快點砍爆他盾 OK他拉打拉打 還差一點 把手槍打開 我們用手槍打死他 行不行 OK 剛剛好升等級 看看 打完這個大陸拿了一把強勁的散彈槍 還有一件防彈衣 營地 小姐姐瞬移了過去 不等我 航起來挺安全的 光劍禮包 草籍任何金幣可以獲得橙色光劍 這個 這個有點吸引 來到這個營地之後 這個遊戲才是真正的開始 因為我們到了這個營地 就可以接不同的任務 例如電單車 這個土佛斯海 然後有一個商人可以買東西 這邊也有不同的任務 可以給大家打 不過這些任務都是等級限制 所以我們要繼續打這個主線關卡 就要到外面升級 最後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Save 有上角按暫停 然後到高級設置 再按傳檔管理 上傳你的傳檔 你才能退出遊戲 這遊戲我相信無課金 大家都會玩得非常爽快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玩 喜歡像素瘋遊戲的 你更加不能錯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玩 可以自己在下方的影片連結 下載這遊戲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個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一起看 還未加上下底支朋友 按個訂閱 訂閱頻道 按鈴鐺接收直播 和出片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STOP